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科考人员 最近发现了一种 饮饰百年的植物物种 贝叶芒毛巨苔 它生长在莫托县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 花梗 鳄片 花关等器官 覆盖有短线毛 花色鲜艳 据悉该物种于1912年 被采集记录后 一直消失在世界植物学家的视野里 此次重新发现 证实它只存在于中国境内